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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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尔罗萨利奥在与非外国记者会面时透露 中国领导人将带一个大代表团赴飞 包括超过200人的商业代表团 而根据非方公布的APEC高官会议活动日程 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压轴发言 习近平将于18号上午的11点15分至45分发表主旨演讲 另据环球时报援引菲律宾电视舞台9号的报道称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出席的消息 菲律宾政府已经热切等待了好长时间 有媒体报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甚至在公开场合承诺 要做中国的完美东道主 而中非两国领导人是否会在APEC期间 举行双边会谈 尚未得到确认 目前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已于今日抵达菲律宾并进行工作访问 据悉 王毅外长将与非方领导人及外长等高层官员会晤 就习近平主席预定复非出席APEC会议进行沟通 预做准备 并就如何改善中非关系从非方交还意见 菲律宾官方此前不断释出善意 数度表示南海问题不会出现在今年APEC会议的议程里 对于中非关系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非方为中非关系重回正轨 创造条件 当前中非关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面临困难 这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中方重视中非关系 愿意在对话谈判的基础上 与非方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机评论员张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4号到16号赴土耳其安塔利亚 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 这一次峰会会有哪些热点和看点呢 张铭 据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说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体 另外应对气候的变化 这也应该说是各国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 再加上打击贪腐也应该成为这次G20中各国所讨论的一个话题 当然一些国际热点肯定是不能放过的 比如说这次G20既然有了美国有了俄罗斯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奥巴马和普京如果见面会谈什么呢 当然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一个就是叙利亚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两国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些热点话题的探讨 这个应该能想见的 但是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应该说关注中国的 我觉得也是最大的一个议题 应该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亚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议题了 因为这个议题对于整个的亚太乃至全球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议题上进行充分的探讨 对于各国之间的未来的经贸发展 区域整合以及这种经济全球化都会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17号还将前往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做压轴演讲 昨天菲律宾外长德罗萨里奥再次重申 南海问题不会出现在这次会议的议题当中 怎么解读菲律宾方面这样的一个安排 另外为什么菲律宾方面要特别强调不谈南海问题呢 应该说呀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的很到位 应该说这个中国是最后一个确认参加这个A派克的 在菲律宾的会议的 那么从这个菲律宾来讲 特别是他的外长表态的来说呢 菲律宾非常害怕中国不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 亚太地区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 如果要不来是不是菲律宾很没面子呢 当然了中国一定会去的 这也是展现我们一个敢于担当负责人大国的形象的问题 关键是啊 菲律宾知道在南海问题上 他们的这种挑衅激起了中国 包括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不满 因此呢 在这样一个A派克的会议上 那么如果探讨南海议题的话 首先他跟这个A派克整体的大的环境不符 也跟他的议题不符 同时可能会惹恼中国 所以抛开南海议题 这方面呢 也表明了菲律宾在这个A派克上 非常重视中国的态度 也希望能够跟中国在A派克的具体的经济体上 进行进一步的交往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菲律宾国内是不是会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举行之前 出台美国菲律宾安全协议 您对这份协议有什么样的观察 这个协议会对美菲军事合作产生多大的影响 美菲安全协议去年曾被冻结过 因为这个协议本身来讲 它授予了美军在菲律宾极大的一个军事自主权 美国将会进入到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里面 同时菲律宾也允许美国在它的相应的这样的军事基地 或者相应的地区来建立储藏燃料 储藏军用设备的仓库 这样的物资的储备空间等等 这样一种合作势必会加强美菲之间的军事联系 那美菲之间加强军事联系 目的何在呢 从美国来讲 当然是保证它重返亚太战略的 这个再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或者重要的一个踏脚板 对于菲律宾来讲 如今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一直进行挑衅 但是呢 对于菲律宾呢 如果后面没有美国大哥的极力撑腰的话 那么南海问题 相信这菲律宾啊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所以双方各有所需 但是这种紧密的军事合作安排 其实很可能会转化成一个地区不稳定的因素 也为南海地区的和平带来了威胁 好的 谢谢张冰 我们稍后还要继续请教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海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 在南海问题上挑事 几乎成了美国官方的例行公事 继上个月底派军舰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海域之后 南海永兴岛 近日又成为美国媒体的眼中钉 美国方面对中国军机进南海一惊一乍的 甚至将中国塑造成制造麻烦的一方 10月30号 中国海军网配发了海军航空兵 派遣多架战斗机携带实弹 在南海上空进行实战训练的照片 根据照片显示 战斗机型号为歼11BH 及歼11BSH 地点是南海某机场 这组照片立即引发了美媒的热潮 而美媒的矛头则是对准了中国的永兴岛 美国防务新闻8号报道说 中国先进战机进驻永兴岛 会对美国在南海例行执行任务的 BP3和P8侦察机制造麻烦 永兴岛是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最大的岛礁 它的整个面积有2.6平方公里 那么永兴岛呢 现在又是中国三沙市的首府所在地 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关键 包括我们的中沙群岛 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 那么把永兴岛作为其重要的交通枢纽 另外呢 这个地方本身它的军事战略用途也是非常的重要 你像在永兴岛上有一条3公里长的跑道 这种大型的航班 比如波音737 包括一些大型的军营运输机 以及其他的一些作战飞机 都可以在这停 据了解西沙永兴岛的机场经过2014年最后一次扩建后 跑道长度达到3000米 可起降包括大型运输机在内的各种飞机 成为中国南海重要的军民两用机场 而美国媒体一直声称 很担忧中国军机是否会进驻南沙群岛 防务新闻还称 这凸显解放军是多么重视对南海的主权诉求 而且中国正在更南方的岛礁上修建空军基地和港口设施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 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岛礁进行巡航 进行战略值班 都是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其他国家也是无权对我们进行所谓说三道四 那么我们的歼11币也好 我们的其他轰流看也好 这种大型的作战飞机平台 常态化的在这里面巡航 完全是符合我们自己的主权诉求 我们是在谋求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但派遣我们的战机到这里面巡航 也是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主权利益 并不是来逞强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显示我们自己的军事存在 加强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 完全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美国媒体的炒作并不偶然 伴随着拉三号导弹驱逐舰 日渐闯入我南海岛礁附近水域 仅其不断地由美国高官出面否认中国的领海主张 据美国亚洲协会网站报道 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 近日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重申 美国不会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 不承认九段线 他还声称与中国的对话开启了在许多领域史无前例的合作之门 但是中国还是想让美国在其认为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免费通行 这不是美国能够或会妥协的 环球时报援引香港媒体的分析称 在中美就南海问题紧张关系升级之际 中国海军舰艇又访问美国并举行联合演练 这反映了中美间斗而不破的局面 美国一直拉拢亚太国家 推销自由航行计划 希望这些国家响应 但令美国失望的是 这一意图并未实现 美国孤掌难鸣 就这话题 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 和在台北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美国媒体炒作中国先进战机进南海 那么中国军机进不进南海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请教两位 中国军机进不进南海 对中国来讲没什么差别 我们在自己的海域 自己的领土领海上空 进行有效的巡防 这有什么差别呢 没什么差别 就跟我们在其他这种边境地区进行的巡防 同样都是合理合法的 也是维护主权那种象征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中国军机进入到南海地区 那么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前一段时间 美国的拉森号军舰 刚刚在中国的南海附近 大家知道 美国一直希望在南海能够搅起风浪 特别是拉拢周边的小兄弟 像菲律宾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来进行一个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 那么中国的军机一旦进入到南海 大家知道 那么对美国的侦察机 就会产生相应的一个震慑和威胁 这是美国其实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希望我的飞机 我的军舰 在这地方进行对你中国的抵近侦察 但是你中国最好 不要有什么军事上面动作 为什么呢 一旦擦枪走火 或者发生一些意外情况 美国是难以处理的 战机就是军机 它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先世 代表一个国家捍卫江土的一个表达 那么南海是中国领海 那么中国领海也是中国领土的一个屏障 那这个时候中国的战机在这上面 这个是理所当然 中国先进战机代表中国战力不容忽视 那么美国媒体它是想夸大 这个中国战机的战力 来夸大中国的威胁 那希望东盟各国能够与美国一起来抵制中国 所以故意炒作这个新闻 那我们不必围棋动摇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领土 我们的领海 我们的领空 我们的军机 有义务也有权利 飞越上空保护自己国家的主权 先是自己捍卫江土的一个决心 再来进入拍拍视频热点快评环节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缅甸昨天起陆续公布大选初步点票的结果 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宣称有望取得超过七成的议席 足以自行筹组政府 不过明盟领导人昂山素季的态度是比较谨慎 他昨天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说 现在庆祝仍然是言之过早 但暗示获胜 并呼吁支持者不要挑衅落败的对手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拱发党主席吴泰乌9号承认 在选举中输给了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 表示将接受25年来首次自由选举的结果 对外界来说 缅甸选后的两大看点 除了政权如何过渡 就是缅甸的对外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 其中缅甸对华关系的受关注度是最高的 所有分析人士都认为缅甸不会倒向美国 相反倒是有人预测缅甸的对华合作 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回摆 在过去的几年 中缅从特殊关系向正常关系转变的过程中 中国保持了充分的战略大度和善意 中缅大型合作项目搁浅 更多是缅甸内部的原因造成的 而非缅甸对外政治关系的风向标 根据中新网的报道 阿里巴巴将今年的双十一定调为全球狂欢节 预计全球将有数亿人参加这场狂欢 而由冯小刚导演的双十一晚会 已经在北京的水地方上演了 到场的明星数量赶得上是春晚的规格 双十一的创意开始于2009年 经过几年爆发式的销售增长 现在已经演变成一场国内销售规模最大的年度盛事 而中国也成为了全球网购最为活跃的标杆市场 外国人如果不知道双十一就会落伍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就发文 科普这个起源于中国的购物节 忘了小小的黑色星期五吧 双十一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线上购物节 英国人这次可没说冷笑话 据新华网援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 阿里巴巴上次双十一卖出了 570亿元人民币价值的商品 而价值100亿元人民币的首批商品 是在短短的38分钟内售出的 这远远超过了美国传统购物节 黑色星期五期间网上消费的15亿美元 年复一年的双十一 今年已经是第七次登场了 面对双十一 您是否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买买买了呢 不过在出手之前 请再理性思考一下 量力而行吧 别一时冲动 买了一些你平常不那么用得到的东西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 根据中心网援引外媒的报道 大约40年前 18岁的彼得制作了一段视频 邀请未来56岁的自己 作为嘉宾接受采访 而近日 56岁的彼得穿着于1977年 也就是他18岁那年一模一样的衣服 坐在了摄像机前 回答年少的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 彼得自己想把这段经历拍成更长一点的电影 这段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 不少网友给他捐款 彼得成功地筹集到了1万美元 用来拍摄全球首部的时光旅行采访节目 与年少的自己对话 就像搭乘奇妙的时光机 年少时的想法或许有些幼稚 但在那些回不去的过往时光里头 你是不是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单纯和美好呢 如果能与小时候的自己对话 你会对那时候的你说些什么呢 不妨现在就录上一段 留待几十年后的自己来回答 等待一次属于自己的时光旅行吧 两岸领导人会面之后 台湾各界持续热议 不仅民调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支持 佛观商开山综掌 青云大师也发文 希望两岸未来要做生命共同体 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怎么看待青云大师的这番话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后续要如何推进 台湾视频留言唐湘龙 李建南有独家观察 我们先休息一下 晚会之后继续开心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盘盘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青林 我们继续看新闻 这两天两岸热议的话题焦点 依然是在新加坡举行的 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的会面 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新加坡 回到福州 有幸作为600多名记者中的一员 亲眼见证记录这个伟大的时刻 这张照片是美联社拍摄 我在参加台湾方面的记者会的时候 我向满久先生提问的这张照片 这两天也在全球很多的报纸上转载 我也收到了很多的贺信 祝贺我能够见证这一刻 其实作为记者 能够亲身经历记录见证 参与这样伟大的历史课 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和幸福 另外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 就是其实我们记者中也互相在聊 说这一次的两岸热议会面 是远远超出原来的预期 不管是后面达成的共识 大家原来之前只是觉得说 两个人握手了 见面了就是成果了 后来两个人见面之后 见面三分情 谈到了很多的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建立两岸联络的热线 比如说大陆的专生本的学生 可以接下来推动到台湾去念书等等 这些原本并不是领导人的层面 去关注的细节 但是从这些季节我们看出 两岸领导人的会面 确实像事前他们说的 就是为了未来着想 为了子孙后代永远和平去铺路 从民生的福祉出发 这些季节都充分的体现出来 两岸领导人会面之后 岛内主流民也纷纷表示出支持 一些知名人士或者是发文 或者是发表谈话 认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一个起步 未来两岸关系要继续向前推进 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面 引起岛内各界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都为台湾工商团体负责人认为 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效果超出预期 两岸关系和缓 对台湾经济外资信心有提振作用 尤其在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方面 有具体突破 期待未来能以此为基础继续扩大效果 分隔了66年第一次的会面 我觉得这个宣誓性的意义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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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 只要有利于这个贸易的 这个经贸的这个往来跟推进 还有这个贸易额的扩大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乐观启程 9号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 就两岸领导人会面发表文章说 两岸领导人这一卧 加深了历史文化的两岸员 增进了血肉相连的一家亲 期盼这是一个起步 未来两岸关系继续向前开步 这几天我和我的同事 采访了多位台湾的知名人士 包括学界商界文教智库等等方面 听到的声音大都是 这一次两岸领导人会面 对于台湾走好未来的路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今天下午台湾竞争力论坛 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数字 58%的台湾民众认为 目前两岸关系处于稳定的状态 有超过六成的台湾民众赞成 两岸领导人建立常态化的会面机制 在发布最新民调的同时 台湾竞争力论坛 更邀请多位嘉宾 一起研讨 此次两岸领导人会面后续影响 以及分析解读民调结果 两岸领导人会面之后 在两岸政策上面确定了 九二共识 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 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而依照同样的也是 趋势民意调查的一个 昨天发布的一个结果 台湾有超过六成以上的人民 对于不认同 不接受九二共识 可能会使两岸关系生变 是产生焦虑感的 是疑虑的 所以蔡英文应该听到人民的声音了 联合报九号的社论说 两岸领导人会面 之所以能在局势瞩目下举行 是基于和平思维 试图降低联岸潜在的敌意因素 从而维持台湾更大可能的安定 这符合多数台湾民众的期待 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启预测说 联岸领导人会面后的后续影响才刚开始 此外据报道 联岸领导人会面结束后 台湾方面陆委会紧凑展开后续工作 关于会谈中 双方达成台湾陆委会主委 以及国台办主任设置两岸热线机制的共识 9号台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已经赴立法机构 报告相关规划运作方式等 这一次两岸领导人的会面 可以说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既奠定了基础 也拉升了高度 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后续动作要尽快的跟上 比如说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 在国台办主任和陆委会主委之间 设置两岸热线 那么这一点呢 台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9号已经赴台立法机构 进行相关的报告 希望两岸领导人的共识 能够尽快的开花结果 让两岸民众增加受益面与获得感 我是张磊 现在台湾 就这个话题 我们来听听台北演播室 两位时事评论员的看法 柯主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清零 就此话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唐向龙 柯主好 东南微信观众大家好 那都说两岸领导人会面 把2008年以来两岸交流的互动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李先生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新的高度 这一次当然他突破了一个层次 就是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 那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 那这是一个高度提升以后 当然它的广度就提升 那么可以说以前是两会 后来是两部门 然后他们是做两岸的 这个到这个两岸 这个最高领导人会面 就是过去的经济性 事务性的一个商议 那商议以后到一个 政策性的一个对话 那现在就变成一个政治对话 所以它是不管就是 这个会面代表说两岸的交流 不然在高度 在广度 在深度方面 都不断在提升 那两岸领导人新加坡会面之后呢 未来如何常态化的问题 就已经浮出水面了 那唐先生您觉得 两岸关系后续发展 又要如何具体的推进呢 可以感觉得出来 从事后所揭露的内容 双方面碰触到的议题层面 是非常的广泛 除了对后续的政治的进程 已经起了个头 有所期待之外 过去台湾方面可能有一些的期待 大陆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的期待 但是因为户信不够或者说所累积的 这个户信的成绩不够高 因此没有办法推进那些的面向 比如说台湾提到的像是亚投行 一带一路的问题 十三五的问题 或者说两岸呢 如何呢进一步的去处理台湾海峡的 这些呢军事化的问题 这些未来 它都应该在表动表定的期程上面 我认为双方面会有一种的默契 就是它不是制度性的 但是会有默契性的 共同的在管制考核 这些项目的推进 所以接下去的这些的项目 它必然会透过某种默契性的安排 一动一动的进行 那另外呢 这次的会面也是达成了设置 两岸热线机制的共识 你觉得这个热线的设置 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这个热线 假如要设置的话 它可以就是说 在双方将来的沟通上面 第一个它会有一个 现在就是说领导人 跟这个政策部门 它是双轨式的 但是呢 它是平行的双轨 但是这个热线会变成上下层次的双轨 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过去呢 是由下而上的这个决策机制呢 这个时候也可以来一个 由上而下的一个 双轨推进的一个机制 它能够得到一个快速 有效率 而且恰当 而且正确的迎刃而解 所以马英九他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建立领导人会面机制 高层永远有机会 在关键的时刻表达意见 因为这样就避免 就是说避免很多误解 那然后呢 就是说尽快的化解一些矛盾 化解一些奇异 所以它在效果上 可以说在这个 整个的 就是说在决策方面 它会使它的功能更进化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 星云法师 9号发表了一篇名为 两岸重新向前开步的文章 说民进党不必老是把大陆当作仇敌 要看远一点 不能够凭着情绪冲动 为反对而反对 而两岸领导人会面呢 也不是握过手就算了 这只是一个起步 未来要做到生命共同体 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那星云大师的这番话 是不是也反映出了 台湾大多数民众的心态呢 其实就是星云大师呢 他整个他的信徒呢 可能中下阶层很多 虽然有些政治名流是他的信徒 但是他接触是广大的 尤其他是南部 那整个广大的信徒 那这些信徒都很简单 他就是要生活 就是家人能够养 自己能够生活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呢 现在这个时候 必须要跟大陆维持很好的关系 可是呢 民进党他一个政格 他就是要挑拨 那挑拨呢 他挑拨的目的 他是为了选举 其实他们心里呢 可能呢 也跟民众一样 那我想说这个 所以星云法师是跟大家讲 就是说 大家你不要说是 为反对而反对 尤其他也不是 他是为了选票而反对 为了政治 为了一个政治操作而反对 这样的话 不要讲说 是不是有政治道德了 这样的话 你对台湾来讲 是不是一个好事呢 所以你不要讲说 你今天大家都很清楚 你两岸没有希望 台湾没有希望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再聊一聊 今天晚上启程 造访美国的 国民党2016参选人朱立伦 来看看他此行 都有哪些看点 我们一会儿回来 这里是由盘盘食品 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这里是台北演播室 我是柯竹 那据台湾媒体报道 在刚刚发布完自己的 首支竞选广告之后 国民党2016参选人朱立伦 今天晚间 会启程前往美国 预计七天内将造访 洛山基 华盛顿 纽约和旧金山等四大城市 报道称 此行的重头戏 是朱立伦在华盛顿停留两天 届时将进入美国白宫 国务院以及国防部 与美国官员见面 层级及规格 是不亚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 据报道 朱立伦此行的重中之重 除了将就两岸政策 台湾地区与美国关系 东亚安全 区域经济等议题 和美方交换意见之外 两场与美国智库的闭门会议 及拜会官员时 朱立伦都将向美方说明 传达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成果 那两位我们知道 台湾地区参选人 参选之前到美国拜会 似乎已经成为惯例了 那么此次朱立伦去到美国 他的看点是什么呢 那蔡英文又会如何应对 朱立伦在这个时刻去 过去呢 国民党 尤其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民进党也差不多 但是呢去美国 选前去美国 他一定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说 去跟美方沟通 把自己对于 尤其是两岸区域的一个政治的 一个表述了立场 做比较清楚的陈述 让美国安心 因为美国毕竟在东亚 他有重大的利益涉入 尤其在台湾 台湾牵涂到两岸 台湾的关系 如果处理的不好 中美的关系 一定出大问题 因此有可能成为 台湾的下一任领导人的 都必须要去 跟美方做一些说明 第二个是 在美国的桥界 因为桥界 其实台桥 华桥的力量 颇为强大 尤其呢 台湾 清兰的桥界 在东部的纽约 比如这次朱立伦要去的东部的纽约 在加州 包括了旧金山 洛杉矶 这三个是清兰桥界的重点的城市 过去向来都是 借着这些场合当中 把桥界的这种的士气鼓舞起来 他们有许多人会回来投票 有许多人会在海外动员 还有许多人 他是政治现金的主要的来源 好 当然这次呢 朱立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除了把这一次的 骑马见面的内容当中的精髓 那要让美方得到正确的讯息 回来之后 他要拿着马英九交下来的 九二共识的大旗 让大家相信 我朱立伦如果能当选 两岸关系会继续的稳定 台湾会继续保持的和平安全跟繁荣 这是朱立伦这趟行程当中 一定要办到的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清零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再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泛曼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清零 第十四届迪拜航展正在举行 超过160架的各式军用 民用的最新型飞机正在展出 而且迪拜航展呢 也是除了莫斯科跟巴黎航展之外 世界上第三大航展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航展上 各类型的这一集的竞赛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